这二人表面是矿工 但来钱比矿工快得多 在男人死后 他们把一切伪装成矿难 然后假装死者家属 到矿长那里去闹 老汤直接跪在地上 撕心裂肺的哭号 看矿长的样子 这种事时常发生 已经司空见惯 他安排好人手 守住出矿的路口 老宋叫了辆摩托车 想要冲出去报警 却被矿长的人拦住 说什么也不放他出去 他气冲冲的闯进办公室 说要找警察讨个说法 矿长急忙将他拉住 低声下气的递了根烟 这时老汤闯了进来 大骂老宋不仗义 说好的去报警 却赖在这里抽烟 矿长见到正主 立刻大肃委屈 他希望能够私了 可老汤却并不领情 老宋适时的补了一句 要不让村支书来 这一下矿长瞬间慌了 见他如此 矿长只好拦住老宋 表示愿意拿出两万块钱 平息至此事端 一条鲜活的生命 无情的成了谈判的筹码 老汤死活不在现身 全程都有老宋传话 二人早就吃准了矿长 开口就要四万的赔偿 矿长因为手续不全 只能任人拿捏 他给老宋点出两千 让他帮忙劝劝 最终一条人命 以两万八的价格成交 见老汤想要拿钱 矿长掏出协议让他签字 协议表明 老汤的弟弟是意外摔死的 与矿长没有任何关系 可这时老汤却发现了不对 说完矿长就要剁两根手指底签 没办法 老汤只好妥协 但这两万块钱 却让他心生嫌隙 二人坐车离开矿上 一改悲痛的模样 开心地吹着口哨 将骨灰倒进了马桶 老宋从老汤手里 夺过死者的鞋 熟练地翻出了一把私房钱 可这钱少得可怜 他随手又丢给了老汤 两人分完了钱 悠悠荡荡地走在街上 随手就把骨灰盒 扔进了垃圾堆 他们把钱寄回家后 老汤给家人打了个电话 他对家人还算惦记 一再叮嘱儿子好好学习 而老汤却一脸冷漠 拒绝跟家里人通话 一笔巨款到手 两人心情不错 他们到KTV奉松了一下 然后就再次来到火车站 物色下一个猎物 这里鱼龙混杂 有很多外来物工的生人 尤其是这个穿校服的孩子 一看就是个生瓜蛋子 老汤在街边吃面 瞬间就盯上了他 他连面都顾不得吃完 就静止走了出去 然后一脸阴狠地摸到了男孩身后 这男孩身穿校服 还是一脸青涩 他看着吃面的二人 露出渴望的眼神 可这一眼 却让他成为了二人的猎物 老汤悄悄摸到男孩身后 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 他看出了男孩的窘迫 便主动搭话 字里行间都在向男孩炫耀 在煤矿工作能挣大钱 回家后盖大房子 去漂亮媳妇 可男孩还没想好 老汤就转身离去 这一招欲情故纵 成功消除了男孩的疑虑 听说一个月一千多 男孩扔下了所有防备 紧紧的贴着老汤 不断反复确认 可现在不能着急 老汤的线还要放长一些 他拒绝了男孩 可这孩子还是紧紧跟随 终于在男孩的苦苦哀求下 老汤安心的收了网 说跟着他可以 但对外 男孩必须说是自己的亲戚 听闻此言 男孩喜笑颜开 对老汤感激不尽 可老宋看到猎物只是个孩子时 顿时就翻了脸 眼前的这个孩子 比自家儿子大不了多少 正是上学的年纪 老宋于心不忍 难免多问了几句 得知这孩子姓缘 老宋更是欺负他一处来 下意识就把他轰走 老汤把老宋拉到一边 对他的人词很是不满 你咋回事 你是装了你还真不想弄 咱不是说好来吗 老汤你拜国记 咱是打老爷了 早日咱讲诡句不是 啥回事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片刻之后 老宋还是应下了这次生意 两人带着男孩拍照 可这男孩连笑都笑不好 但他如此单纯 老宋打心底里抵触 于是一改之前的做派 对男孩恶语相向 反倒是老汤急于挣钱 多了不少忍耐 老汤反复告诉男孩 从这一刻起 他就改姓宋 老宋就是他的二叔 为了赚钱 男孩老老实实地配合着 在给他办完假身份证后 三人就赶到了矿区 他们吃了几次闭门羹 最后终于找到了工作 老板全程趾高气昂 对几人从没正眼相看 虽然成功留下来 但老汤却是满是不愤的 几人到了住处 工头前来收老保费 得知安全帽要五十块时 男孩赶紧拒绝 老宋嘴上大骂他找死 却还是帮他付了钱 小心赶快一顶打 安全帽知道吧 你要没啥你给我说 一切就绪后 几人还要收拾一下住处 男孩在贴报纸时 直接被画报勾住了魂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早上天还没亮 几人就要下井干活 一声轰鸣 直接把男孩吓了一跳 老宋见状又是一顿呵斥 而老汤却好言相劝 试图让男孩放松警惕 一天的工作结束 男孩靠在床上看书 老宋却无意间 看到了他的全家福 照片上的男人 贺人就是前几天 被他亲手敲死的那个 老宋急忙把老汤叫出门外 告诉他自己的怀疑 可谁知老汤对此毫不在意 他早就受够了井下的工作 准备明天就对男孩下手 说完老汤就禁止走进屋里 留下老宋若有所思 第二天三人到镇上逛街 男孩看到个筹钱交学费的男孩 他找老宋借了几块钱 丢给了那个孩子 老宋看在眼里 同样折返了回去 或许是男孩的单纯 让老宋恢复了一丝人性 对男孩多了一些忍耐 临睡觉的时候 他无意间发现 男孩总是悄悄地揭开报纸 偷看后面的画报 他没有多说什么 默默地把这事记在了心里 男孩怒气冲冲 静止穿过马路 他说自己不干净了 委屈地寻死密活 男人一脸嫌弃 痛骂他不识好歹 自己出钱让他痛快 他倒反而抱怨起来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男孩还是觉得真香 在洗澡的时候 得意地看了眼下边 原来老汤已经铁了心对男孩下手 可老宋于心不忍 一直想拖延时间 两人把男孩带到洗头房 要给他掌掌见识 可片刻之后 这孩子跑了下来 老宋急忙把他拦住 苦口婆心地劝他 回去之后 男孩愤怒地盖上画报 就连干活的时候 也在狠狠发泄出情绪 经过此事 他只能这样遮掩羞耻 对二人全然不理 老汤见时机成熟 领起搞头就跟了上去 可老宋却再次拦下了他 老汤我跟你说 昨日是将诡计中的 耸心犯吃了没有 还咋跟他喝耸心丢了呀 小姐喝啥啥丢 那姐喝不喝是她的事 让不让喝是咱的事 知道不知道 那姐枪毙扎在人家吃喝了不是 见老宋频繁阻拦 老汤已经起了杀心 为了拿到赔偿 他不介意把老宋一并送走 这天男孩领到了工姐 心里忍不住的开心 他们到镇上寄钱 打算顺道买些吃的 可就在二人买饼时 男孩却没了身影 两人瞬间慌乱 大喊着四处乱找 眼看养熟的鸭子飞了 老汤很是暴躁 嘴上不停地抱怨 可老宋却担心男孩出什么危险 脸上满是焦急 在匆忙的寻找中 老宋突然意识到 自己居然发自内心地 为男孩感到担忧 当好不容易找到男孩 老宋劈头就是几个大耳瓜子 这在外人看来 掩人就是真正的舒适 他刚要再度发火 却发现男孩一脸委屈 见到男孩如此 老宋彻底懵了 更加坚定了护下男孩的决心 趁着发钱的喜庆 再就着男孩买的鸡 送行饭就这样安排得妥当 可男孩却全然不知 依旧对二人心存感激 老汤见词 知道老宋已经下定决心 于是一时高兴 破例也喝了晚酒 这送行饭吃吧 老宋再也没有阻拦的理由 只能任由事态发展 下定时仅负责埋涉雷管 安全员赶来哄他们出去 却被老汤一锤撂倒 这是最后的机会 老汤已经不择手段 他们将尸体抬出 然后把男孩叫了回来 眼看时机成熟 老汤又说起了暗语 什么呀 嗯 像家了吧 像 咋不像 那让男孩说 送你回家吧 像那不像 我竟然没登过 按以往的战术 老宋本该在这时动手 见他迟迟没有动作 老汤顿时起了杀心 他一脸阴狠 向着男孩走来 好在老宋没有死透 起身就放倒了老汤 男孩战状转身就跑 而老宋却亮腔肠再次倒下 爆破员吹了几声哨后 只有男孩跑了出来 他以为里面没有别人 便禁止引爆了雷管 地下所有的罪恶 瞬间被彻底掩埋 框上出了事故 男孩被叫到办公室 根据之前的合同 每条人命三万 矿长直接甩出钱来 让他在协议上签字 可男孩知道 他没资格拿这笔钱 直接拒绝签字 可在矿长看来 他这无疑是想进一步讹诈 顿时没了耐心 在矿长的淫威下 男孩被迫签字 拿走了那六万块 他将尸体火化 却仍旧一脸茫然 或许他还是不懂 事情为何发展成这样 他看向高高的严总 恶魔以化作一缕青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